想吃烤鱼,不要再去饭店了 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又好吃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将买来的烤鱼从背部切开 然后在两边改成花刀 撒点盐,入个底味 来点葱姜水去腥 将里外涂抹均匀后腌制半个小时 水开后放入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后捞出 放入盘中垫底 锅中油温稍微高一点 再将鱼放入锅中 先不要动它 煎几分钟后轻轻晃动锅子 让鱼受热均匀 定型以后就不会脱皮粘锅了 将两面煎至金黄焦香后 把鱼盛出来 放在蔬菜上 锅中油热放姜蒜辣椒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一包烤鱼料 它有蒜香和香辣 藤椒三种口味 炒出酱香味后 放入一大碗清水 烧开以后直接倒入鱼上面 就可以边煮边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香辣烤鱼 简直太好吃了 真的是满无飘香 这就非常意外 油 的是 扇金 放入鱼